本是一片好心去帮忙 谁料招来一场恨祸 都是邻居相亲 究竟该找谁负责 没打没闹就是意外 涉事电工也喊冤 有讲究的住人为乐 法在身边正在讲书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谁家里有事 邻里亲友都会过来帮忙 再比如说 陆遇陌生人有困难的时候 很多人也会毫不犹豫的出手相助 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义务帮工和普通帮忙的区别吗 热心肠帮助他人结果却发生意外 受到伤害了 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义务帮工和普通帮忙的处理结果 那可是大相径庭啊 今天呢我们通过黄大姐家的事情 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义务帮工 2021年5月7日的下午 眼看着快到下班时间的黄大姐 接到了村子里打来的电话 有一个人我打电话说 你老公出事了 我就去这车赶快往回跑 黄大姐着急的同时也很纳闷 此时还不到六点钟 丈夫就在地里干活 能出什么事呢 等黄大姐赶到村卫生所 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丈夫 她的心咯噔一下 听到丈夫说话清晰有条理 黄大姐的心稍稍放松了些 等到村卫生所的医护人员 给黄大姐的丈夫 将头部的伤口简单包扎后 赶忙叫人将病人送到了县医院 经过检查 黄大姐的丈夫被诊断为 紧急随损伤 结合之前丈夫说 手脚感觉有些麻木 当高位结贪几个字 传到黄大姐的耳朵里时 黄大姐的脑海里就一个念头 再找更好的医院 一定要想办法治好丈夫 可她不知道的是 更加残酷的现实 将摆在她的面前 刑查以后结果 结果是同样的结果 同样的结果说 这个人只有百分之十的希望 能够活下来 只有百分之十 可遗憾的是 26天之后 黄大姐的丈夫还是离开了 心情非常低落 一家里住些骨 从此再也不能给我 折风荡雨 心情非常难过 黄大姐安葬好丈夫以后 整日以泪洗面 除了对丈夫的思念外 她心里的疑问 也渐渐浮了上来 当时 黄大姐询问过丈夫 丈夫也承认 她是自己从邻居家门口的 柴火堆上摔了下来 头先着地受伤的 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可黄大姐回忆 那天下午 是邻居给她打电话 让丈夫回家的 怎么会跟任何人没有关系呢 这中间难道有什么隐情吗 早上起来 我发现了 不是 店没有店了 没有店了 我们就给店公去打电话 当时来家百家人 就是跑去里干过去了 把我自己去里干过 打电话说 你赶紧回 我说回干什么 你还不知道干什么 当然我就知道 是修店楼了 修店楼了 所以我跟我老公打了电话 他去这车就回来了 5月7日下午4点左右 村里的店公 来到黄大姐家附近 维修店楼 邻居就通知了黄大姐 意思是 店公来了 家里得有人 娘就叫我这两家 娘就叫我那旁人 我这边来是三家 当时我这不赛 就是我两家人 那意思 店公叫着你们 店公给我这人打电话 我这人又给他打电话 这儿有个人这个木头 给踩断了 对 他当时他没有踩着 就在这上面斩了 在这儿斩的 是靠着这个棍子来 他不是靠 他一倒过来 他把他打坏了 意外发生的地方 就是在黄大姐邻居的大门口 当时黄大姐的丈夫 就是从这个 大约1.3米左右高的 柴火堆上摔下来的 那当时黄大姐的丈夫 在做什么呢 当时是脚滑了还是怎么回事 呀 具体怎么可以转呀 反正是我在上面 我还拽住了响动 我就转转 就比比下 就一定想 我转过谁 听到响动了 听见咚一声 掉在这个位置 黄大姐的邻居说 当时他负责将 电线周围的树枝砍掉 黄大姐的丈夫 负责将断掉的电线铝顺 然后交给电工进行连接 他们其实 都是在帮电工修电路 意外发生得很突然 谁也没有预料到 黄大姐的丈夫 从柴堆掉下来后 周围的人赶紧用三轮车 将他送到了村卫生所 同时打电话通知了黄大姐 说到这儿呢 我们也算是明白了 5月7号那天 黄大姐家周围的几户村民家 没电了 出门查看呢 才发现 是门口的电线给烧断了 于是村民给村里的电工打电话 约好过来修理 下午4点左右 电工先给黄大姐的邻居 打了电话 之后呢 邻居又给黄大姐打电话 把黄大姐的丈夫也叫了过来 当时还有其他人帮电工 一块在维修电路 而黄大姐的丈夫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从一个大约一米三高的 这么个柴火堆上摔下来 头部着地 导致高位截瘫 最终不幸离世 发生这样的意外 谁都不愿意看到 可黄大姐觉得 她丈夫啊 不是给自己家干活 而是呢 给别人帮忙 所以当初啊 张洛仁的这个电工 你多多少少也得负点责任吧 意外是否需要自己负责 帮忙行为如何认定 称关键 因为我 都给啥干了嘛 因为我说 他应该要负责任 电工声称自己完工 已离开 对方留在原地 不算帮忙 所长说是没有责任 我就给他 就是来源源必备了 就是他 就是赶回来去 往路边坐 意外发生已经三个月 面对家属 他又适合说法 他说到太后 就来我去提前 我给他火都赶完 就跑到他没口 他到这个 他到太后 我把鸡老顶传回 到了太后鸡老顶来盖 就在这儿去 有讲究的 助人为乐 发在身边 正在讲书 黄大姐家发生的这样的事 村里的人们 也是议论纷纷 大家都觉得 这个事真是个意外 怨不得别人 你觉得他们家这个事情也是 自己摔倒 就自己负责 现在也不好说 现在也不好说 自己的事情 自己所决定 自己把这 家这一块的 这家一块的 他又写给他拿 那没写了 他补偿 外给他都要 走这个地 我来思想委会 我就没给他 要一遍 大家都觉得 黄大姐能否拿到补偿 全看当时 张罗大家干活的电工 有没有这个心意 可是黄大姐一家 却有不同的意见 实在是他冤枉了 如果他用自己体力干活 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 因为修电 他毕竟是搞控制业 当时他说到 说到 每天要靠头服 就那么高 给你钢压电工 去自治的 就是影响电路的 说起来 去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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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到时都被骂下来 都帮忙干干干干干 干到这种结果 我一直就是 他这个监控 因为他帮忙 他应该有责任 因为我儿子给他干来 因为伦合说 他应该要负责任 你就是想弄清楚 这个电工到底有没有责任 事情发生以后 黄大姐的心里一直很生气 她说 电工从来没有看过她的丈夫 甚至这两个月以来 对这件事 电工也是不闻不问 所以黄大姐决定 去找一找电工张师傅 你是咱们村里头的电工 是吧 那天是咋回事 怎么就能发生意外呢 我去他屋子 到十多天 十多天 才为家里美口 先团 我说他要搞灯润 他说到彩活鸡老顶 我提提先 我给他活都干完 就跑到他美口 他到这个 他到彩活鸡老顶 才会到了彩活鸡老顶 来再喊 就是要再求 说到这儿呢 大家也听得出来 电工张师傅 所描述的事情经过 其实呢 和黄大姐所描述的 基本也是相同的 可是当黄大姐 问起她一些细节的时候 张师傅说的话 和邻居们说的 可就对不上了 周围的这个邻居们 村民们说是 你给打电话来 叫他们过来了 我们打电话 没打过 电工给我这人打电话 我这人又给他打电话 这先要是低的话 你一个人也能处理得了 张师傅就完全一个人 就能处理得了 一个人你就能处理 那意思是他们过去帮忙 是这个多余的 他帮忙就 他就提前来帮忙 当时你也没说啥 就立立所说弄完就行了 嗯 嗯 我就知道了 他们跟他说 多余的事 我们或讴听 是一方元 我就是在白岀 可以跟他说 我们专门的事 是一方元 我说 你要是一方元 这真是 那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 之后张师傅给他们的领导打过去了电话 所长说是没有责任 我就给他就是来远远避避了 就是干活的情况就跟他说 意思是当时你已经干完活了 干完活我都走了 走了 你走到哪儿去 我走到尾给干活去了 就走到巷口了 我就走到巷口 我走到尾给干 我就走掉了 走到另一个电线干那儿 然后那他丈夫在那儿干什么呢 张师傅的意思是 当时黄大姐的丈夫 在邻居家门口的柴火堆上休息 而他已经走到了20多米的 张师傅家门口的 另一根电线干的位置 所以他认为 邻居家门口的工作已经完成 黄大姐的丈夫 也就不存在帮忙的情况了 而且两人之间也不存在雇佣关系 所以更谈不上有他的责任了 之后 电工张师傅拒绝在和黄大姐沟通 自己驾车离开了 电工声称已上报 事发三个月 所属公司竟然不知情 帮忙过程出意外 可不能让好人寒了心 乐于助人是传统 法律为你保驾护航 那么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那么无常为他人提供 劳务的帮工人 在帮工活动中遭受人生损害的 要按照一个双方的过错程度 来分别承担责任 有讲究的助人为乐 法在身边正在讲书 看着电工扬长而去的背影 黄大姐和公公只能是返回家中 他们觉得电工的说法和他们了解到的完全不一样 电工就是怕担责 但是我呢看过你们的节目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黄大姐的丈夫和邻居确实帮电工维修电路了 并且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那么黄大姐丈夫的行为到底该如何定性呢 是普通帮忙还是义务帮工呢 关于这个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严永平律师 请严律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那么黄大姐的丈夫 那么属于这种无常为他人提供劳务的这种帮工行为 那么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那么无常为他人提供劳务的帮工人 在帮工活动中遭受人生损害的 要按这个双方的过错程度来分别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要按这个帮工人和被帮工人 双方之间看看过错大小来分别承担责任 所以我们考虑的是 首先由被帮工人承担责任 如果帮工人本身有过错的话 他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得知丈夫的行为 基本上已经能够确定是义务帮工了 黄大姐和当时在场的邻居 打听了更多的细节之后 决定去一趟电工张师傅所在的仲辉电力公司 看看能不能得到答复 你们还不知道这个事情 对 我是星期六下午才知道这个事 所长才给我打电话说 新闻记者要找他 我说你这个事找你干啥 因为啥事 一直都两个多月了 他们就没有给相关上级部门给说下去 汇报这个情况 反正他们没有给我们 汇报到我们这 最起码我现在我是 我们这样的人才知道 我们才知道 电力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黄大姐所说的情况和电工 以及供电所返回回来的信息 有不一致的地方 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核实 这个电力公司是什么关系 是这个等于是委托 他们委托我们在这儿就是给他们搞一些维护 就是这样 那天在这个村里边 张春供电所这个农电工 它是电力公司的还是你们重灰的 重灰的 重灰的 对 人员都是我们重灰的 目前不论是电工张师傅 还是张师傅所在公司的工作人员 都认为黄大姐的丈夫在发生意外的时候 电工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现在能够确定电工张师傅是这家叫重灰电力公司的员工 那么电力公司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继续连线燕武匹律师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那么他这个首先 他这个架限行为并没有结束 那么其次那个帮工人明确的站到了这个柴堆上 那么上柴堆 直到从柴堆上离开 我认为这是一个完整的帮工行为 那么这个过程还有个持续 还有一个另外可能会对这个被帮工人的这个工作 还有一个辅助的作用 那么从他上去到做完这个这个事情 然后到离开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可割裂的一个完整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他遭受人身损害的话 我认为这个是属于 这个处于在帮工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情形 我觉得双方应该区分责任 那么共同承担这样一个不幸的后果 那么这个电工 在电业操作过程中 他肯定是履行的是职务行为 那么他是代表他的公司来完成这个作业活动的 所以说他的这个行为的后果 是由他所代表的单位来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的 所以找他这个单位就可以了 目前黄大姐和公司双方无法达成共识 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了 我那一点就是你该走这个法律程序你就走法律程序 对吧 你该起诉你就起诉 你该找数据证据 对方或者你们 我们 我不跟你同意要走法律程序 拿水说可能是 拿水说可能是不行的 义务帮工普通帮忙 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一定记住 义务帮工首先是帮工人 需要由被帮工人提供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 这个是其重要特征 且帮工人需受被帮工人的指挥 如果不具备前面所说的特征 则不能被认定为帮工关系 而普通帮忙那则是完全自发的 根据最新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其中第五条提到 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 被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可以在受益范围之内 予以适当的补偿 那么什么是明确拒绝呢 不是默不作声接受帮助 也不是客套推辞 如果不能证明这两点 则不能认定为进行了明确拒绝 所以平常我们无论是帮助别人 或者是接受别人的帮助 都得提高安全意识 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律师 快文快答 我和我女朋友相恋多年 相恋期间共同出资 买了一套价值117万元的住房 首付款我出了一半钱 贷款也是我和女朋友共同偿还 房屋的买卖合同和不动产权证 都是女朋友的名字 现在我俩分手了 我想要回该属于我的房产 女朋友却不承认我曾未买房出钱 说我给的钱都是给她的生活支出 以及赠予 我现在该怎么办 首先找一下你的款项支付记录 如果款项是付给开发商 或者贷款银行的 那么你可以主张这部分是购房款 要求你女朋友给你退款一部分 但是如果款项是直接支付给她个人的 这就比较麻烦了 分情况来看 如果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大额赠予 但是你们结不了婚了 可以要求对方退款 但是如果是日常发红包 或者说特定金额的转账 这种一般属于自愿赠予 很难要求返还 我和丈夫因感情不合离婚了 离婚后 我发现前夫在短时间内与他人结婚了 并且生命一子 由怀孕生子所需的时间推算 前夫显然是婚内出轨 请问我能向前夫追讨精神赔偿吗 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的 如果是在离婚时 你发现对方存在出轨的情形 那么你可以主张一个损害赔偿 但是最终是否准许要看法人的判决 但此时呢 你是离婚过后才发现的 并且也只是你的推测 这种情况下是不能主张的 母亲在婚 我从小跟着母亲生活 长大后回到老家 发现家里的弟被叔叔家占着 我该怎么要回我家的弟 建议呢 你可以先到村友会去确认一下 这块地现在写在谁的名下 因为如果你们全家都不在村里生活 很有可能这块地 会被村友会收回 在另行中分配 如果说这块地还在你家名下 那可以起诉叔叔要求返还 在这块地道上 那些不说一话 是尽管一样的